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这个小时我们带您聚焦 美国总统大选 先来看的是乔治亚州 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摇摆州 2020年大选的时候 川普曾经在这个地方 指控选举舞弊 乔治亚州今年的投开票 也格外的谨慎 交给特派记者 尼嘉威 黄松普 来自乔治亚州的独家观察 25岁的拉玛斯瓦米 是民主党乔治亚州 州参议员候选员 他由史丹佛大学 电脑科学学位 和乔治城大学法学学位 拉玛斯瓦米挑战 现任52岁的史蒂尔 史蒂尔是和前总统川普 一起被指控 非法干预乔治亚州选举 结果的18人之一 我们必须在加州的防御防御法律 保护女性的材料 我们必须在办公室的评论 我供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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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尽管调查显示 没有足够证据支持选举舞弊的说法 但选举舞弊的指控 从2020年到现在依然存在 富尔顿郡是乔治亚州157个郡里的最大选区 占合格选民的10.7% 2020年拜登在这获得73%的选票 川普不时指控这里有选举舞弊 乔治亚州所有提前和不在籍投票的选票 都必须在投票日当晚8点以前处理完 预计在午夜以前就会知道总投票数 而得票差距将决定 这会是开票日还是开票周 TPBS走访乔治亚州州五前办公室 共和党乔治亚州办公室 民主党乔治亚州办公室 以及捍卫选民权利的民间机构 对于选后诉讼 各方都准备庞大律师团做了沙盘推演 但没有人愿意透一点口风 TPBS黄松普林佳辉 乔治亚洲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了 根据目前的民调 贺锦丽在全国民调是领先川普的 但是川普则是在包含冰州灾内 多个摇摆州内领先贺锦丽 交给这间记者邱婉柔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计时中 来看到这个ABC News的民调指出 在全国性的民调 目前是由这个贺锦丽 些为领先的 他拿到了百分之四十七点准 而川普则紧追在后是百分之四十六点准 等于两个人差距仅有一个百分点 不过在摇摆州的部分 现在是川普取得优势 因为七个摇摆州 川普在五个摇摆州 是取得为辅领先的 贺锦丽只有在威斯康辛州 以及密西根州 占有领先优势 那么支持川普的人 多为哪些选民呢 据了解 他其实都男性的支持者为主 还有这个拉丁的选民支持的 而至于贺锦丽 当然就是女性选民的力挺了 而在这个选战的倒数关头 川普也特别到这个摇摆州 乔治亚州以及北卡州 来这边来进行催票 为什么特别选这两州呢 因为这两州各有16张的选举人票 他的重要性仅次于丙州 好川普在造势会上 各种难听的话呢 最近也又持续的脱口而出 他不但骂贺锦丽 是像屎一样的副总统 还要他滚去地狱 川普还说民主党的票仓 华府是老鼠出没的屎坑 没选倒数川普近几日 火力全开 用字潜词比以往更辛辣 各种难听话脱口而出 口误遮攒再升级 勃多黎各垃圾倒 骑士言论还没平息 川普在造势会上 还替民主党票仓取绰号 说旧金山是被摧毁的城市 芝加哥比阿富汗危险 亚特兰大是杀戮场 华盛顿特区 更被形容是老鼠出没的屎坑 爱荷华州向来被视为 共和党的红州 没想到最新民调竟然翻盘转栏 川普在宾州造势说不应该公布这份民调 因为他是假民调 川普把握最后机会冲刺 直接在社群平台 po影片向选民吹票 而根据纽约时报选前最后一份 封关民调 七个摇摆州 贺锦丽领先四州 宾州与密西根州打成平手 川普之领先亚利桑那州 竞争相当激烈 DBN新闻总和报道 而贺锦丽这边也释出了选前的 最后一支竞选广告强力吹票 美国警方也在白宫周边 跟贺锦丽的住所外架起黑色围栏 防止选后暴动 各大亚百州警方也是绷紧神经 贺锦丽团队释出压轴竞选广告 选前倒数最后全力催票 在密西根州造势 也对摇摆州选民信心喊话 他还到一间餐厅和非议选民互动 一出场就受到全场欢呼 大家抢着和贺锦丽拍照 白宫外围已经架起黑色栅栏和路障 贺锦丽住家外头也加强维安 都是要防选后有人暴动 川普选前职业地点佛州西棕旅滩 也全力戒备 专家认为依照川普先前作风 他如果选输不会承认败选 为了防止选后暴动 关键摇摆州警方已经提前布局 这次除了要保护投票所 警方也接到指引要提防有人 直视抗议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大选投票前夕 宣布通过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的军售案 也是四年任期内第一件不对称作战装备 随后共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在四年前核定售台的海马斯火箭 也在近日低调完成截装 33旅联兵营也有参与 而且训练项目除了战斗能力 还包括无人机的防御 和超过6000名各国伙伴 协同作战 如今美国对台出售的11套海马斯多冠火箭 也在近日完成结装 封印18套加在2027前前交付 预计将能逐步取代 我国自行研发生产的雷霆2000 因为虽然两者功能类似 但性能方面雷霆2000发射12枚火箭弹 需要38秒 海马斯可12秒即发 雷霆2000最远车程 45公里跟海马斯的300公里 有明显差距也将大大提升命中率 国造既有的雷霆2000 这个炮兵火箭 也可以形成高低配 是对来犯了敌人的源头 包括他部队集结点 还有港口等等地方 进行压制性的反击 包括海马斯火箭弹 都属于川普时期通过的军售案 没选之后 若白宫一组 对台军售品项也将出现转折 因为曾说过 要收取更多保护杯的川普 四年前主政时对台军售项目 都是战机战车等主战装备 军售总额超过台币 6700亿 而拜登则以维修技术 零附件为主 军售总额约2400亿台币 与川普足足有三倍差距 因为他这个军售 是附属于美国对 未来两岸关系的一个战略需求 那你又要美国保护 那你又不出钱 那你又不靠自己 你都要靠美国 这就是川普最反对的 虽然没有选结果 将决定对台路线怎么走 但有限防务资源如何运用 操之在握 而面对可能冲斥的假消息 传出美国许多媒体 都已经部署了打假部队 再请宛柔大门了解 美国选举结果全球高度关注 当然媒体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可不能制造出 假的讯息出来 所以这美国广播公司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以及全国广播公司新闻 美国有线新闻网路 现在他们都将采用 民调机构Edison Research的 这个制作票站出口民调 及选举预测和计票结果 另外各个媒体 其实他们自己 也有一些防造假的机制 像纽约时报就安排了一些记者 负责搜寻互联网的阴谋论痕迹 另外还有这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也安排记者要来查找 这个AI制造的恶作剧的 美联社将在选举业 柔和原始数据民调点票趋势 来精准预测 到底是谁胜谁败的 至于NBC 他整理了超过十万个票站数据 加上六百一十项的民调分析 还有投票日也要监察假资讯 并委派三十个记者要定点观察 并点票 那么政治学者他就预说了 某某选举预测 其实这个风险真的是非常高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扫码旁边的QR Call 加入TVBN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 带你一手掌握 无论是川普或贺锦丽胜出 两个人对大陆的态度一致 都将大陆视为头号的对手 大陆普遍民众都认为说 如果川普当选可能会加剧 美中紧张关系 并且导致新一轮的贸易战 也有经济专家预测 如果川普当选 大陆将会加强财重刺激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在这一场被美国媒体称作是 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对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 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比较喜欢那个偶像美美 她在社交媒体上 她已经公开支持了 她不赞成这个特朗普 然后她支持阿里斯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随 我的偶像的想法 Let's say Kamala Harris Because you know I agree with her opinions more Agree with her I support Kamala Harris 大陆多数人都知道 不论川普或贺锦丽当选 对大陆的态度都一样 那就是双方都将大陆 视为头号对手 如果川普当选 美中关系将更加严峻 我不太喜欢在那个 社交网站上太炸炸糊糊的人 然后我感觉他作为 如果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话 说话可能还是要稍微 谨慎一些吧 不要太像一个网红什么的 大陆的人大会议通常是在十月底举行 今年的时候延后到十一月四号到八号 而在这期间 美国总统选举早已经结束了 选举的结果 有国际分析师就认为 会影响到大陆未来的政策制定 高盛经济学家表示 如果川普获胜 可能意味着大陆将准备迎接更多的贸易战 因为川普承谈到要提高进口关税 如果成为了现实 大陆全国人大可能会批准更大规模的财政资源 臆注 野村分析师则认为 如果川普胜选 大陆的财政刺激规模 将比现在大10%到20%左右 赚了赚了 肯定赚了 之前是400多买的 现在有500多回收 588 大陆民众认为 川普如果当选 大陆出口和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飙升 加上大陆财政刺激效果未明 黄金仍然是目前较为可靠的保值产品 TVB新闻 谢贤系 陈湘如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